來看台北市聯合院出現 說照顧人力有欠腳手的事情 這是人愛義股的病房 阻力去台北市府認證 我們想說衛生隔壁可以改立 因為聯合院的阻力 病房阻力不夠問題 現在病院說一個人 要照顧三十層的犯罪 台北市聯醫人愛義股的病房 阻力在醫院去組織在台北市政府大門前 大聲化協順衛生隔壁 又控訴以後一直沒有解決 病房阻力認證不足的問題 因為眼前病房阻力認證欠 將近三十人 病棺一個人就要照顧三十層病人 供照過路 讓他們身心疲勞 我們的工作內容就是幫病人翻身 換尿布 餵食 我們的白班一位助理 要照顧十五位病人 大小夜班一位助理 甚至要照顧三十個病人 病房阻力表示 他們工作內容主要是協助 護理師 也還有一些 臨時交代屬行 以風評過病房阻力認證 為他之前一百二十人 現在只剩八十人 減少將近三生 半年來只剩下三人 醫療人力不足 也沒辦法提供病房 真好的照顧品質 讓有主管機關 就要重視人力不夠 病房助理是擔任一個協助的角色 那所以是用人床筆來做一個總員額的控管 然後會依據各單位的照顧的這個這個業務量 來做人力的調整跟調度 台北市連易是說 近乘病房的病房助理制度 專家是跟台北市連易這麼多的 痰痰也沒有中央辦公的設計標準 平房助理完成 進入價利蓬勞 跟進水程中 每年都是由連易 依照博物領定因素來調整 會偷過的特殊管理 接著就沒有人力 充减金家修照顾的负担 记者中华报道